你知道亚马逊丛林中十大最致命的生物有哪些吗? 从让你感觉自己像中弹一样的蚂蚁折伤 再到可以将你撕成碎片的巨大猫科动物 如果给你十万美金 你敢在亚马逊丛林里一个人住一晚吗? 本期地球最top将带大家一起了解这片黑暗神秘森林中最危险的十种动物 请长按点赞评论加订阅 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第十名 食人鱼 又称食人昌是世界上最具攻击性和凶猛性的淡水鱼类之一 相信大家都在电影中看到过食人鱼的身影 它们残暴无比 鬼魅的身影让猎物逃跑不及 我们现在对于食人鱼已经耳熟能详了 根据新闻报道显示仅在2018年 就有40人在河中遭到袭击 这种鱼的嘴里有着锋利的牙齿 下颚发达且带刺 以其凶猛闻命于世 此凶鉴别较困难一般凶鱼颜色较艳丽 个体较小 此鱼个体较大 颜色较浅 性成熟时腹部较膨胀 食人鱼在浑浊的河水中受伤不已 那些凶猛的食人鱼就会迅速向着同伴发出信号 瞬间汇聚而来向你扑去 毫不夸张地说 即使是一只硕大的大象面对这种 第九名巨塔 它是全球13种水塔中体型最大的种类 令人惊叹的是 早期的毛皮标本报告中 甚至记录了2.4米长的雄性水塔 使其成为世界上身体最长的水塔 巨塔是一种体型巨大的半水生哺乳动物 长可达2米 体重约20千克 雌性体长一般为1.6米 体重约25千克 是南美洲顶级食肉动物之一 巨塔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在白天活动 家庭成员一般为8只 很少单独活动 它们以较大的鱼类为食 也会捕食蛇或小型鳄鱼 巨塔拥有超强的游泳能力和出色的捕猎技术 在水中堪称一霸 因此被称为水中群狼 唯一能够对巨塔构成威胁的是凯门鳄 但它们依靠群体力量依然能与凯门鳄抗衡 一旦鳄鱼到了岸上 就很容易遭到巨塔的攻击 聪明绝顶的巨塔 会运用巧妙的战术不断挑逗和骚扰鳄鱼 使之体力耗尽 然后轻松地啃食鳄鱼 第8名 子弹椅 它是乙族的一类 它曾经在全球十大毒性最强动物评选中名列前茅 拥有极强的毒性 大多数受过子弹以咬伤的人都表示 该经历是它们一生中最痛苦的之一 甚至认为比生孩子还痛苦 尽管这些生物只有几厘米长 但它们却是自然界中最具攻击性的物种之一 它们从远处看去相风 却有着强壮有力的上恶和尖锐带毒的尾字 从近处看是蚂蚁 通体漆黑 喜欢挥动一对巨大的大钱 犹如在炫耀它们的强大力量 这类蚂蚁的体长约为普通蚂蚁的五倍 最大个体可达三厘米 是世界上体型最大 最为庞大的蚂蚁种类之一 堪称生物学上的奇观 光是听名字就可以知道子弹蚁的威力非同一般 而且有专人进行过测量 结果令人十分震惊 当子弹蚁叮咬测试者时 根据它的描述来看 那种刺痛似乎与中枪的感觉别无二致 让人不寒而栗 你知道亚马逊丛林中十大最危险的生物有哪些吗 第七名 巴西漫游蜘蛛 巴西漫游蜘蛛是地球上体型最庞大的蜘蛛之一 体长可到14厘米 足不可达35厘米 并且是蜘蛛界毒性最大的蜘蛛 自1926年以来 已经有140人因此中毒身亡 它会用约接近5厘米长的尖牙刺破猎物 并通过尖牙分泌的毒素使猎物麻痹并无法反抗 它的咬肌极其疼痛 仅十毫米的毒线分泌的毒液 就足以夺取225只老鼠的生命 这也让它成为了全球人类遭遇风险最大的蜘蛛之一 如果是人被它咬伤 则会出现心率不齐 血压升高 呕吐等症状 若得不到及时救治就会导致死亡 其中一个真实的案例是 在2005年布里奇沃特地区 一名男子被咬伤后 因为没有及时救一两天后中毒死亡 第六名 公牛鲨 大家肯定认为在淡水领域中根本不会有鲨鱼存在 但亚马逊流域中的公牛鲨将颠覆你的认知 它是淡水中最具有攻击性的动物 据统计已经有不下一百人遭到它的袭击 大部分鲨鱼居住在海洋中 也并不会轻易攻击人类 每年因鲨鱼致死的人数仅为六七人 然而如果在亚马逊河流中遭遇鲨鱼 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亚马逊河中的公牛鲨可以在淡水中活动 尽管它们大多数时间待在海洋里 但是它们有机会进入淡水环境 例如海湾河口 河流或湖泊 公牛鲨的体长可达四米 体重可达七百千克 是目前已知最大的河口和弯曲鲨鱼之一 它们的体型庞大 力大无比 是一种凶猛的掠食者 公牛真鲨的攻击方式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直接冲撞猎物 另一种是慢慢接近猎物 然后突然发起攻击 在攻击时 公牛真鲨会用它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肌肉猛力咬住猎物 然后摇晃头部并用身体的力量将其摆脱 以便将猎物击晕或杀死公牛真鲨的牙齿锋利 可以轻松咬碎猎物的骨头和肌肉 它们的咬合力量甚至可以超过一千公斤 足以撕开大型海洋哺乳动物的皮肤和骨骼 第五名 美洲虎 美洲虎被誉为丛林的巨人杀手 它们外表看起来可爱 但它们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在过去它们曾经猎杀巨型动物 其中一些甚至像大象一样巨大 据记载就全球有仅80人遭到过美洲虎的袭击 生活在中南美洲的一种大型猫科动物 它的体重在40至160千克之间 咬合力可达800公斤 在猫科动物中 其体型仅次于狮和虎 为了捕猎猎物 美洲豹会采用多种策略 其中包括使用伪装技巧跟踪猎物 并逆踪前藏于茂密的丛林中 对于那些体型适中的猎物 美洲豹会迅速扑上去 并攀爬至猎物背部并咬住其脖梗 不停施加压力直至其折断 对于较小的猎物 美洲豹可能会使用另一种杀戮策略 即咬破其头骨并用肠而尖的牙齿刺穿其大脑 这种杀戮策略需要美洲豹强壮的咬合力 而它们的咬合力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强大的 甚至比体型更大的西伯利亚虎还要强 你知道亚马逊丛林中十大最恐怖的生物有哪些吗 第四名 剑毒蛙 剑毒蛙堪称世界上最毒的青蛙 它身上的毒液高达好几百种 仅0.1毫克毒液就有可能导致人类死亡 生活在南美洲的剑毒蛙体型非常小 通常不到6厘米 但是它们的颜色非常鲜艳 一方面吸引眼球 同时也是对敌人的强烈警告 它们的皮肤上分泌的毒素极其剧烈 这些毒素对人类以及其他动物都是非常危险的 常常会导致中毒和死亡 剑毒蛙释放的毒素极为强烈 若任何动物尝试使用它们 要么死亡 要么得到极其严重的惩罚 这使得动物们不敢轻易再次尝试 当人类接触剑毒蛙的皮肤时 毒素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体内 导致中毒症状 如头晕恶心 心跳加速 呼吸困难 肌肉静卵和昏迷等 在早些年前 曾经有一名南美的科学家在去探查剑毒蛙 在路上手指不小心被擦破 不料正好剑毒蛙的毒素顺着伤口进入体内 几个小时后就失去生命 第三名 黑凯门鳄 鳄鱼界中最凶猛最力大无穷的存在 就是黑凯门鳄了 虽然黑凯门鳄的席人事件并不多见 但一旦发生就极其惨烈 黑凯门鳄是亚马逊最大的一种鳄鱼 体长可达到5米 体重可达500千克 整个身体成棕色或黑色 并具有厚实的坚硬鳞甲保护身体 它们的头部相对较大 具有短而宽的嘴巴 黑凯门鳄拥有锋利的牙齿和强壮的身体 能够轻松地制服大多数猎物 在它们快速接近猎物的瞬间 它们的身影如同黑暗中的闪电一般 让人不寒而栗 黑凯门鳄拥有超过70颗锐利的牙齿和强壮的双鳄 一旦它们咬住猎物 那锋利的牙齿便会深深地嵌入猎物的身体 死死地卡住 让猎物无法逃脱 在黑凯门鳄的攻击下 猎物无法还手 只能无助地被黑凯门鳄拖入水中 最终在鳄鱼群中的撕咬和死亡的翻滚中化为碎片 在亚马逊流域 成年的黑凯门鳄是没有天敌的 稍有不慎 我们人类也可能会在它们的攻击下丧命 第二名 电蛮 电蛮有着水中高压线支撑的美玉 它曾入选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网站盘点的地球上 最令人恐惧的淡水动物之一 亚马逊的电蛮最高可产生800伏特的电压 即使是皮糙肉厚鳄鱼 也承受不住如此大的电流 最终也恨而亡 电蛮是令人类闻风丧胆的鱼类 以强大且短暂的电力输出而著名 这种鱼体长可以达到3米 重达25千克 呈圆柱形的整体形态 且身体上光滑无鳞 背部通常呈黑色 而腹部为橙黄色 虽然背鳍和尾鳍已退化 但尾巴约占其体长4分之3以上 并带有一条长条状的臀鳍 通过摆动臀鳍来推进游动 尾部具发电器 来源于肌肉组织并受挤神经支配 提有两对形状为长缩型的发电器 位于尾部脊髓两侧 800伏特电压是什么样的概念 800伏特的电压可以对人体造成严重的伤害 可能导致电机伤害 损害神经 肌肉和其他组织 在极端情况下 甚至可以导致死亡 如此强大的电压足以击死一头牛 第一名 亚马逊森然 亚马逊最神秘的存在森然 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蛇 已经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只要被它抓到 那迎接你的就只有死亡 它的体型最长可达11米以上 重达230公斤以上 粗如成年男子的躯干 但一般森然长度在6米左右 森然的嘴巴上下可张到180度左右 四排牙齿可以独立活动 没有下巴 上额中间的二排牙齿可以上下游动 有利于吞噬猎物 它的蛇皮可以拉伸 因此可以吞下比自己体型还大的猎物 亚马逊森然是一种具有极大威胁的蟒蛇 拥有非常强壮的身体和肌肉 从而能够轻松缠住并夺取猎物的生命 它们攻击性强烈 一旦感到威胁 就会第一时间攻击对手 当亚马逊森然袭击时 它们通常会缠绕住猎物 利用强壮的身体和肌肉将其压制致死 值得一提的是 亚马逊森然的咬合力极其惊人 它们轻易能够咬破人类的皮肤和肌肉组织 甚至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此外亚马逊森然也会释放一种强烈的毒液 这种毒液可以导致疼痛 炎症和出血等症状 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